从少乔因的贤妻两母梦 到林青霞从清纯玉女 沦为悲剧女主角的转变 再到秦汉从白马王子 到迷途知返的际遇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生活中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与冲突 究竟是什么 令这段看似平凡的三角恋 最终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出身在一个豪门世家 少乔因从小就受到了 优厚的物质条件 和良好的教育环境的滋养 家人的期望 加上自身出众的相貌和能力 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着自信和独立的性格 或许在别人看来 少乔因的人生注定要被父母 包裹在温室之中 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但是命运往往喜欢捉弄人 一个命运的垂青 让她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意料之外的转折 在朋友的介绍下 少乔因第一次见到了一位 名叫秦汉的年轻男子 当时的秦汉虽然还未成名 但她的出众相貌和才华横溢的一面 很快就引起了少乔因的注意 两个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并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于少乔因来说 这段婚姻并非一时兴起 她真诚地相信 只要自己足够贤惠贤淑淑 就一定能与秦汉共度余生 实现自己心中的贤妻良母梦 于是她依然放下了父母的反对 选择跟随内心的呼唤 可是就在两人刚刚开始享受 温馨蜜月的时候 命运再次开始捉弄他们 秦汉意外遇到了即将爆红的 清纯女星林青霞 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 不可言说的暧昧 而这一切 都被一直贤惠照顾丈夫的 少乔因悄悄地发现了 面对丈夫的背叛 少乔因虽然心中难受 但仍然选择了原谅 她继续在秦汉的身边尽心尽责 一边经营自己的化妆品事业 一边照顾着家庭 即使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 她也从未放弃过这段婚姻 或许在少乔因的眼里 她和秦汉之间的爱情 早已超越了世俗的纷争 她真诚地相信 只要自己足够贤惠贤淑 就一定能重拾这段 濒临破裂的婚姻 这样的信念 让她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但谁能想到 即使少乔因用尽全力 这段婚姻最终还是无法挽救 在少乔因的人生中 原本美好的贤妻良母梦 竟然化为泡影 留给她的 只有更多的伤痛和无奈 如果说少乔因的人生 是一段温馨的家庭故事 那么林青霞的人生 就更像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悲剧 从一个清纯稚嫩的少女 到最终沦为悲剧女主角 她的人生经历 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1973年 19岁的林青霞出演了著名作家 琼瑶的小说改编剧《窗外》 凭借纯真动人的演技一举成名 成为了清纯玉女的代表 在这部影片中 她和男主角秦翰之间的爱情故事 也引发了观众广泛的关注 然而 就在众人以为两人只是戏中的姻缘时 林青霞和秦翰竟然在现实生活中 也走到了一起 这一消息的曝光 立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毕竟 秦翰已经是一个有妇之夫了 这无疑是一种对婚姻伦理的挑衅 于是 众人纷纷谴责林青霞插足已婚人士的行为 认为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 这场舆论的风暴 让原本清纯甜美的林青霞 瞬间蜕变成了悲剧女主角 为了逃避这样的非议 林青霞最终选择了 远走他乡 他到美国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试图摆脱那些让他伤痛的回忆 在那里 他还遇到了另一个追求者秦翔林 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甚至还订婚了 但是 当林青霞再次想起秦翰时 他的内心依旧波澜不止 最终 这段本可以给他带来幸福的婚姻 还是无疾而终 或许在林青霞的内心深处 他一直都明白 秦翰才是那个能让他心动的男人 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让他无法与心上人修成正果 也正是这样的遭遇 才造就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 曾经的清纯玉女林青霞 最终沦为悲剧女主角 这一转变无疑体现了命运的无常与事态炎良 从最初被誉为穷瑶剧中走出来的江艳蓉 到最后饱受舆论的压力 林青霞的人生历程 无疑是一段令人唏嘘的悲剧 在这个故事中 有谁能想到 曾经被誉为白马王子的秦翰 竟会沦落至此 从一个刚出道就引起关注的小演员 到最后成为事业和婚姻双双失忆的可怜人 秦翰的人生经历确实令人唏嘘 起初 秦翰可以说是个相当幸运的人 凭借着出众的相貌和一些父辈留下来的社会关系 他很快就进入了演艺圈 虽然刚开始拍摄的几部作品 反响平平 但秦翰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努力着 就在这个时候 秦翰遇到了少乔因 这个出身豪门的女孩 不仅长相出众 而且还善解人意 颇有几分贤惠贤淑淑的风范 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 并最终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 就在秦翰与少乔因刚刚开始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时 命运再次降临 他意外遇到了林青霞 这个年仅19岁的清纯女孩 在荧幕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很快就俘获了秦翰的心 从此 秦翰便沉浸在和林青霞的暧昧关系之中 不可自拔 他不顾自己已经有了妻子 甚至还想要和林青霞私奔 这样的行为 自然引起了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而最终遭殃的 也是无辜的妻子少乔因 在婚姻几乎要破裂的危急时刻 少乔因选择了主动出击 亲自到片场给秦翰做主 这一举动不仅引发了广泛关注 也导致林青霞一度陷入困境 不过 这场闹剧 却并没有让秦翰清醒过来 直到很多年后 秦翰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不负责任 他原本拥有一个温暖闲凉的妻子 却因为一时迷恋 而彻底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最后 秦翰还是找到了少乔因 希望能够重拾这段婚姻 经历过风风雨雨 两个人也终于放下了前嫌 选择了共同度过余生 或许对于秦翰来说 少乔因才是他最应该珍惜的人 从一个受到关注的白马王子 到最后成为事业婚姻 双双失忆的可怜人 秦翰的人生经历 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爱情的诱惑虽然美好 但如果没有责任心和自我约束 只会陷入更深的迷茫与绝境 而对于秦翰来说 他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 作为一个已婚男性 竟然公然背弃妻子 去追求另一个女性 这无疑是对婚姻制度的亵渎 而对于最终的结局来说 少乔因的选择则更具有启示意义 他没有选择简单地与秦翰离婚 而是主动拼搏事业 成为了一位女强人 这样的做法不仅体现了他的独立性格 也表明了他对婚姻的执着 和对家庭的责任心 可以说 少乔因的故事 代表了一种传统贤妻良母观念的延续和升华 他没有选择被动地接受命运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轨迹